哈囉,大家早上好 那谷泰今天特別緊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的一個看法 不好意思喔,谷泰現在還是還沒好 那簡單先講一下 因為昨天這個美股的數據公佈之後 基本上四大指數基本上都是呈現的一個 下跌的一個狀況 那今天應該蠻多的投資朋友蠻擔心的 那在技術面來講 在技術面來講,確確實實在這邊 美股收了一個不是很好的一個線型 那今天的台股怎麼看 古泰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昨天來講 昨天來講,包括這個 古泰的Notify那兩張 這個 籌碼外資是大買的沒有錯 可是內資是大空的 那目前來看 這個大家要特別謹慎的一件事情 大家要特別謹慎的一件事情 大家看一下這個 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昨天收盤是收在550 可是昨天很妙的一件事情 昨天的加權 昨天的加權 他去封了這個缺口之後呢 基本上在尾盤最後一盤是殺下來的 反而還破前一天的一個高點 反而還破前一天的高點 這是一個特別奇怪的地方 再來就是櫃滿指數 昨天非常妙的一件事情 昨天的櫃滿 異常的強 異常的強 而且這邊是 確確實實有一個扎實的量在這邊 確確實實在扎實的量 那昨天如果大家有看到古泰的Notify 那兩張在櫃滿來講 確確實實是有資金進入的 好 那這個盤呢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盤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數據來講 因為現階段有蠻多都是 每一指 這從去年 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 其實越來越多這個當天 的一個齊全 所以造成 有時候數據波動 公佈的時候會特別的大 會特別的大 那今天的台股 先跟大家大會講一下 這一波 這一波如果真的要非常 極速 像樣的一個大回檔 大家要特別緊盯會買指數 因為這一波來講 目前指數這邊蠻壓抑的 可是 中小型類股 確確實實有些 還是蠻活躍的 那只要這些中小型股 如果停火 停火之後其實 確實下行的空間會比較大 每一指在昨天其實 已經收了一個非常 有機會形成短線 轉折的一個轉折點 所以今天股台特別跟大家提醒 那指數的部分股台又不講 現在特別緊盯櫃買 因為昨天的櫃買這一根 在技術面來講 技術面來講 確確實實 看似蠻漂亮的 而且確實也有 確實也有執勤進場 那在這邊 敢在數據公布前戲 要嘛就是又多 要嘛就是真金白銀 所以這邊特別留意幾件事情 留意這一天 等一下 大家特別留意這一天 2月3號 留意2月3號 原則上 原則上 這一天的高點 200.89 是 續強點 特別留意喔 古泰講的是續強喔 也就是說 現在這個盤 不管每一指怎樣 或者是全球股市這樣 或者是經濟數據怎樣 200.89 這個點只要沒有破 這個點只要沒有破 基本上 都還是多方 強勢 都還是多方強勢 可是特別留意一個點喔 續強點200.89 他如果持續手穩 那當然 目前 確實還是有個股 輪動格局的小族群 可以去做 然後 留意 可以去做留意 那 如果 198.98 破了 這個部分大家就要特別留意喔 這裡是指數下行 然後 個股 下行 這裡的下壓力道會非常的強喔 會非常的強 所以 原則上 古泰的做法是 200.89 只要破 日線沒有手 基本上 第一個部位就是 續強點破 就是他沒有那麼強 沒有那麼強 就是減碼 那 最低價如果破了 那 當然 個股 破線的 就 骨胎就會先停地先出 這樣子 那這邊特別留意一件事情喔 今天 大概 開低免不了 開低免不了 可是 留意盤面 相對 有沒有相對抗跌的一個族群 原則上 近期長很多 不用看喔 近期長很多 特別留意喔 尤其在 梅子這邊 有點要形成轉折味道的時候 確實第一個 首當其衝 漲多了個股 很容易 調節 或者是停力喔 那 特別留意一下 可能 近期 比較沒有什麼漲到了 或者是相對防禦性的族群 那 還有 郭董 最近好像有點新聞 那 目前 看起來 他也沒什麼漲到 所以 留意今天的盤面 欸 是不是 郭董 概念個股 有機會做一個 短線上的一個 撐盤要角嗎 那 今天的重點 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好不好 那大家就留意一下 祝大家操作順利 那大家就留意一下